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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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 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四爷 您说他是真经的吗 按说真经菩萨他就是吧 四爷 这等品相的金服难道还会有假 是啊 如果是假的 他就什么的 是吧 潘四爷 其实本店购买这种金服 并非用于出售 这是警备区的司令长官托我代办的差事 又有什么差错 四爷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那是 那是 受人所托就应该实实在在嘛 四爷 我也实话说了吧 这顿金服也不是我在集市上收购的 这是宜兴警察局的一位局长 托我转手的货 四爷 您可得看看清楚了 这样吧 二位都是替人当差 也想讨个明白 我们就按照老规矩来判吧 一切按老规矩办 您说咋办就咋办 小六子 茶包 笔墨伺候 大爷 笔墨伺候 我们家老爷一定是难以抽身 让大家扫兴了 对不起 哪里 潘夫人照顾得很好 大博士 敬你一杯 好 欢迎你来到潘家做客 快乐生日 谢谢 对了 你刚才怎么那么捣乱啊 你头一次来我们家 就不知道唐伯爸喜欢 以后你还想不想来了 有那么严重吗 我觉得 我已经够给你家老爷子留面子了 要不然我会当众发表一篇演说 喝茶就喝茶嘛 哪那么多讲究 中国人就是在这一方面 懂得心思太多 所以才落后 你呀 革命居然革到我们家来了 小心这一屋子的人 把你给轰出去呢 走走走 好 来 我们喝酒 我们喝酒 来来来来 再喝一点 来来来 行行行行 你有这么一个姨娘可真值得骄傲 这有什么可骄傲的 她是你妈 又那么年轻漂亮 而且多才多艺 她是我姨娘 不是我妈 姨娘也是妈呀 姨娘是我爸的老婆 不是我妈 来来来来 给你一个虾 老爷子 这差不多了啊 林玉啊 不等老爷了吧 好吧 好吧 我们先收了啊 好 诸位 诸位 一会儿呢 我想请大家到西屋小座 我给大家点茶 也请大家把杯中酒干了 好 好 还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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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这么多宝贝啊 你们要是喜欢哪 随便拿 你太严重了 我的意思是说 灵狱可真够慷慨的 真的 那当然了 对了灵狱 刚才我听你姨娘说 什么点茶什么意思 点茶就是表演茶艺 你要是没兴趣别去了 真是活受罪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中国的茶艺 她这姨娘可真了不起啊 又会点茶 又会上棍球 真了不起啊 她要是不会点茶 我爸才不会娶她回来呢 不算再漂亮 也当不了我们的娘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 你那么感兴趣的话 你自己去问她好了 好 来 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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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 安非言 非言 千万千万 一切按照老规矩 总该留根指头 给我遮着脸吧 clapping 那是 那是 一切按老规矩办 四爷言之有理 查法 送客 送潘四爷 潘四爷回府 替我看好我的活 四爷 您就放宽心吧 潘四爷 有劳之处 容当日后登门拜见 潘四爷回府 免了 免了 刚才有得罪之处 还请两位多多包涵 四爷 恕不远送 潘四爷 一路走好 留步 留步 龙飞凤舞啊 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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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四爷的字又有进展了 您 老爷 老爷 并地莲花 两情真 非凡脱俗 贵如今 足行千里 密其乖 看来这个价非打不可了 哎 老爷 老爷 您不是已经写了潘词了吗 写了跟没写一个样啊 什么叫写跟没写一个样啊 快走吧 家里还有客人等着 鱼儿生日碰到这种事 这是晦气 好 走 我要的是潘词 潘词 把每一句的头一个字 横着念就是潘词 长头是 哎 还得横起了你 对 并 非 足 金 并非 足 金 这就是潘词 不不不 姓蒋子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啊 不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我姓蒋子做生意 那从来那就是 姓董的 你仔细看 你把每行的最后一个字 连起来 再念念看哪 最后一个字 对 真 金 观 音 真 金 观 音 潘四爷把判词藏在这儿呢 岂有词理吗 藏都是藏都是 藏的就是头一个字 藏头是藏头是 藏的是头 露出来的就是屁股骂 先讲的 这潘词明明是并非足今 对 你别想耍赖 听懂的 潘词其实就是真金观音 耍赖的是你 好好好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咱们走 上哪儿去 找潘四爷问个明白 问 问 地点 二位爷 二位爷 这位潘四爷又耍花仇了 他既不想得罪二位 又想讨好二位 所以他写了这长头诗 来捉弄二位的 你少替你们主子说话 不 你他妈算老几 信奖的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走 走 什么东西 二王爷 查去 查去 帮我看好东西 我白捡了一张乐宝 二一三 阿苏姐 快来不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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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闻香被啊 还有明目的功能 住 这边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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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 出 出 别打了 小弟姐 别打了 别打了 有闪啊 你在个片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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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观光寻城 看你那入神的样子 看懂了吗 看懂了 所有的美都是想通的 不需要解释 你现在又不觉得迂腐 不觉得水落后了 中国的东西啊 是有糟糕 但也有精华 都让你说了 韩姓点兵 来 起来起来 你给我起来 爷爷我是潘府上的做上课 管你什么状态 我臭死 小溜的 康大师 您真是从天而降啊 四公子 都转行仪 一晃啊 令爱都十八岁的生日了 我是来给贺喜的 多谢大师 您永远是潘家的贵客 快醒进吧 好 贵妇今天是高朋满座 我这身装素 不便见人啊 康大师 您和潘家是世交 家父在世的时候 您就是特立独行 我心我素的 您永远是潘家的贵客 来 请 四公子 您一片心我领了 不过我还要赶路 我这儿给令爱有一件东西 送给令爱 多谢大师 康大师呢 我也没注意 怎么一转眼人都没了 谁是个神人哪 什么 叫花子也是神人啊 你懂什么 这套粗类任性的茶道 就是为我们今天的小寿星准备的 谢谢 这套粗类任性的茶道 雯一啊 你知道这套粗类任性的茶道 是什么意思吗 嗯 不知道 请爸爸指点 嗯 粗类是道而任性 是曲字唐忠祕 圆绝经大事超 是要人在世的时候 要振兴 要修缮 林玥 为父的现在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嗯 嗯 小六子啊 哎 哎 你打开它 嗯 好漂亮啊 这是爷爷留下来的 也是你生母最喜爱的东西 我现在把这个传家宝送给你 是要你记得你仙人的喜好和品性 你要珍惜啊 嗯 我会的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谢谢你啊 嗯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よ数洋在守 胡盖在死 卧心藏胆 心弦十八 丁属是非 山城欲摧 寻恶莫作 人善奉行 这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没明白啊 这康大师 跟家父曾经有过交情 也称是潘家的桌上课 可是他又十八年没有出现过了 今日突然出来 又镇上我这首诗 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啊 洛爷 我看出来了 这是一首藏头诗 你看 这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排在一起 就是一句话 保湖卧心丁山寻人 到底是从秦安和尚出来的 有文化的底子 你再继续猜猜看 继续猜猜看 老爷你要出门了 何以见得啊 你看 保湖在守 丁山寻人 就是提示老爷 要到丁山去寻访一个和尚 你要记住啊 火从口出啊 好 明月啊 你已经是十八岁的姑娘家了 没事儿不要乱往外跑 要多读书啊 我知道了爸爸 你放心走吧 天上无云不成雨 地上无眉不成青 你不要学那些没有规矩的人家 自己去找女婿 成何体统啊 爸 你瞎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了好几次了 那个高博士只是我同学的哥哥 什么女婿不女婿的啊 老爷 这灵衣既然这么说了 你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再说了 这个时代也变了 你也不要把很多规矩 强加在孩子身上 不过我觉得那高博士啊 当时也一表人才 你就是净替他说话 你呀趁着我不在的时候 好好练练你的茶道跟嗓子 知道了老爷 你就放心走吧 好 四爷 咱上船吧 老爷您慢点啊 六子 我告诉你啊 四爷我交给你了 好好照顾他 您就放心吧 四爷 爸 路上小心 回去吧 六子 好好照顾老爷啊 四爷 你多保重啊 四爷 还会 五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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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你家老爷睡觉还拖着瓦虎是不是小夜虎啊 什么夜虎那比把金虎都值钱 比金虎还值钱啊小兄弟你是说梦话呢还是逗我玩呢 来靠靠你眼里 哎呀 这个 这个 同志 哎 怎么样大清大清同志 来一早 四爷你一向可好 还可以 听说你今天要来呀 我一早就在门口后的快快快快拿着 四爷您要的那套房啊我把原先的客人给轰走了 哎然后呢给您预备一下您过去看看 谢谢您啊 四爷不是我说啊您可是越来越年轻了 这一年多不见您起码年轻了五岁 那四爷请 小二毛巾扇的清凉场外带一盘开胃豆啊快点 好嘞 四爷您坐 嗯 老张 哎 我要你张罗的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哼 我回四爷的话 我们这地方呢制狐的人挺多 但是就是高手难找 特别是纺织古图啊 那还就是仿主大王高云松了 哼 还提他做什么 他不是死了十八年了吗 是啊 不过有人说他啊没死 隐姓埋名啊躲起来不见人了 你听谁说的 这说法可多了 这有人说呢 是被江湖的贼人啊扔到河里给淹死了 这还有人说呢 他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一时想不开 他自己投河自尽了 这还有人说他压根就是假死 高云松就是没死 那可是个大事啊 他制的糊即可仿真 不管他死还是没死 你去给我查出来 他在什么地方 我会重重的赏你 四爷您先别急着赏 您这赏钱啊我还真不好拿 我说句实话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按说您这么有身份的人 那是绝对不会倒卖甲骨板 您这么做一定是另有原因 我的事你就少管了吧 哦对对对 大嘴大嘴 真是不该管 我就是随便欲说 你啊茶壶落地就剩个嘴咯 四爷您看着啊很舒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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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您回来了 小龙 慢点 父亲 潘老四到丁山了 这条老狐狸 他上丁山了 您要不想见他 我想不着把他支走算 不 不不 是菩萨界的伴 是财神还得见 再说 上回在南京的那笔账 还没跟他算呢 好 卖壶来 上等的泥沸壶便宜卖了啊 大叔 您看看这壶 做得多好啊 滚滚 姑娘 当街卖了 卖多少钱啊 这东西不错啊 挺丰满的 上面还有个小妞妞 对不起 姑娘 多少钱我买了 一湖一盖 这湖界的规矩 什么臭规矩 一湖一盖 本少爷的盖子 就是想多盖幾个湖 我们蒋少爷的盖子 这谁家的湖啊 他都想盖一下 是啊 丁属山的湖 他盖一辫 去去去 说什么呢 不要败坏我的名声 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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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要跟你开玩笑是给你面子 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要买糊就赶紧掏钱 不买糊就走人 别在这耽误我做生意 有有有有 姑娘 脾气还真大呀 本少爷就是要是不走不关 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啊 行 哎呀 这壶可是真不错呀 他妈的是 爷爷 小楼 你还挺有能耐的是吧 我跟他闹着玩儿呢 回去 没出息的东西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姑娘 你是徐老三的闺女吧 我八脚徐世川 很好 很好啊 很好啊 卖糊嘞 上等的泥沛糊便宜卖了啊 哎 小师傅 过来看看糊吧 小施主 这些糊 都是你做的吗 嗯 您看看喜欢哪个 手艺不错嘛 这是尸球糊吧 对对对 您看 这把糊 烧好以后是黄色的 很漂亮的 用你讲究做工精巧 但是 有些拘谨 哎 别捏 我看看 你都捏坏了 这泥沛糊不能捏的 这是一把防骨子竹糊吧 哎 哎 你还买内行呢 哎 等会 我给你拿 小六子啊 哎 老爷 有何吩咐 跟我到楼下去看看 哦 这把糊做得最好 构思精巧 手艺地道 竹节与竹叶相得一张 但是 但是缺了一点 悠闲从容的契约 哎呀 你别捏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鼻捏吗 他一把我都捏坏了 这是一把花形 你看啊 你干吗呀和尚 你陪我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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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花和尚 怎么这副德性啊 欺负人家小姑娘 老师主 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呀 这女孩真不勇于 整天对付破皮无泪 姑娘 带她监管去 就让她监管去 没错 姑娘 你别着急 有我在她就跑不了的 就是 姑娘 您放心 有我们家老爷在 我量她不敢跑 姑娘 你这些糊还卖吗 都让她粘成这样了 还怎么卖啊 别人不要 我要 我全都要了 这些钱还够吗 这些都是泥赔糊 值不了那么多钱的 你拿的吧 要是不够 我还可以加点 够了够了 老爷 这些糊 本来要这小和尚赔的 不是 你个疯和尚啊 你以为你是和尚 就能当街撒眼啊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赔钱 我把你贬得上这把糊 老六子 老爷 怎么办 算了算了 放了她吧 什么 我让你放了她 你听见没有 阿弥陀佛 还不快走 还饿什么饿你 不过麻烦你 帮我在湖底 刻上子玉轩三个字 烧尘之后啊 送给我 行吗 好好好 老爷 那你住哪啊 就在那儿 八方客栈 好 老爷 那我过两天就给你送过去 你脚麻烈点 赶快追上那个小和尚 你去看他是打个庙里出来的 哦 老爷 您是不是还想让他赔钱啊 你真是个棒嘴 他是个智乎高人哪 你快去 好 好 爸 叶叶回来了 爸我给你抓药了 太好了 妈 这抓药还剩下的钱 这些 都是那个子玉轩的老板给的 啊 哎 他爹你看 一把泥皮糊 能卖这么多钱呢 哎 我都没开价 他们自己就给我了 爹 月莲啊 你今天啊 可真是遇上贵人 不 他不是遇上贵人 他是日上高人哪 那个小和尚是哪个庙的 他是环人寺烧锅的 还四 烧锅的 嗯 徐老三 架子不小啊 蒋老板来了也不出来赢一下 哦 蒋少爷 对不住 蒋少爷 别起来了 我就说两句话 说完就走 月莲妈 去 去给蒋少爷 去和茶来啊 爸 我去 哎 免了免了 我说徐老三哪 你借的印子钱 从前年拖到去年 又从去年拖到今年 你到底还打不打算还呢 哪能不还呢 可是现在实在是拿不住钱呢 徐老三 你可是 你可是 守了个金山 在跟我哭穷啊 哎 蒋少爷 你真会开玩笑 金山银山 这辈子 跟我无缘咯 嗯 徐老三 你别装糊涂了 咱们打开天窗说两话吧 我们家蒋老板 看上你们家闺女了 什么 你说什么 徐老三 你要是应了这门亲事 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钱不钱的 好说 小老板 是这么个礼吧 啊 没错 哎呀 可 蒋少爷 您不是已经成亲了吗 没少爷什么事 是我们家老板自己 看上你们家闺女了 这可是你们家闺女的福气 嗯 大玩家 你没混头吧 我们家闺女 她还是个孩子 废话 她要不是个黄花闺女 我们家老板还不定要呢 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 那就还钱吧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走到哪儿都是这个理 你说是不是啊 可你们 也不能逼我 卖孩子 徐老三 三天以后我来收钱 我要是看不到现大洋 可别怪我蒋小龙 翻脸不认人 走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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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 你们你们滚 从事以后 不容易找到好壶了 为什么呀 这一代的赤湖名家 都被信奖的拽在手里啊 老爷 老爷 你闻到了没有 闻到什么啊 包子 你就是这么好吃 老爷 包子就是我的命嘛 你不说豆腐是你的命吗 是是 豆腐是我的命 可我见了包子 连命都不要了 难怪你那么胖 长得像个包子一样 老爷 我去了啊 包子 包子啊 热气腾腾的蟹黄包 刚出笼的 来 包子嘞 老板 快 包子 来喽 热气腾腾的蟹黄包 老板 钱 好 走好啊你 好嘞 走好 包子 包子 常来啊 常来 哎 包子 包子啊 热气腾腾的蟹黄包 哎 刚出笼的 哎 刚出笼的 先生 你也喜欢养狗啊 啊 哎 喜欢 喜欢 你看你看 哎 哎 我以前啊 也养过一条狗 甭说和你们家这狗 有多像了 哎 哎 哎 它好玩真好玩 哎 它多大了 啊 三个月 刚断的 你看你看 它一点也不认生 哼 说不定这小畜生啊 就是你们家那条狗的 还想转世 啊 嘿 没准 嘿嘿 没准 真要这样 那才叫缘分呢 老板 跟你商量个事 有事要您说 嗯 就凭咱们俩之间的缘分 你呀 得把这狗让给我 哼 这个啊 恐怕不行吧 哎 老板 我 还真喜欢上你们这条狗了 嘿嘿 这么跟你说吧 我是卖包子的 不卖狗 这么着 再翻一背 怎么样 先生 我呢 是床上没老婆 膝下无儿女 我呢 是床上没老婆 我把这狗啊 当做我自己的干儿子的一样 今天啊 就是你亲儿子 你也得过记给我 怎么样 够意思了吧 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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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您这么一来 我倒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能成交吗 能能能 成交 成交 不反悔 不反悔 谁要是反悔了 谁就是小畜生 好 爽快 你说的啊 谁反悔 谁是畜生 好 我把小狗抱走了 抱走抱走 好 这小畜生啊 能摊上像您这样的大户人家 那是他的造化 前世修来的福分 我把那狗屎盆子也一块拿走了啊 盆 什么盆 狗屎盆子啊 不行 绝对不行 你看你 你看 你把肝儿子都过记给我了 我拿个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当然有什么了 这盆子我留着有用 你看你这人真不好说话 这小狗他喜欢 我不是喂起来也好喂吗 我跟你说 我就算卖儿卖女 我也不卖这盆子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他不就是一狗屎盆子吗他 没错 就是一狗屎盆子 可我就是不卖 走吧走吧 哪两口哪带去 不是 什么 我告诉你 我一个月能卖五六条狗 就全靠这狗屎盆了 什么 什么 什么你 你 说好的啊 不反悔 谁要是反悔谁就是 小狗 再会 再会 坐好啊 老板 这是赝品 你胡说 这的确是赝品啊 这是亲人仿唐代红摇的极品 你有何评证 你是谁啊 我是收古董的 我今天把你这么一点破 以后你这小狗恐怕都卖不出去了吧 这简直是瞧起豪夺 这简直是瞧起豪夺 我怀疑你这包子里是不是猪肉的 各位 各位 这盆是假的 是假的 是假的 你别叫 你跟我说清楚 你还我清白 我就说 他是赝品 这里是五十元的银票 我收了他 我收了他 这人是假的 你干嘛收他 我要听他一响 让他以后永不骗人 不要看了 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把钱票收了 好 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伙 听个响 听个响 哼 我说是赝品吧 他老得很 小六子 带回去做纪念 生一花生鸟啊 来煮点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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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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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